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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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朕拖下去 拖下去 一连串的叠句 足见梁帝的恐惧与愤怒 不但进军于灌入内 就连中书令柳成和沈锥都担心地站了起来 场面瞬间僵持 这时需要有人镇住局势 确保长公主说完谢于所有罪行 于是蒙治从梁帝身侧走到丽阳长公主身边 一同跪下 并与其坚定地说 成功请陛下 听完长公主所言 蒙治这一跪既代表了曾经的赤燕军身份 也代表了如今的禁军首领 意味着亲信势力脱离梁帝的掌控 可谓是分量十足 三 霓皇郡主 丽阳长公主说完 梁帝不但气得摔东西 更是直接召唤于林军 但是镜头一转 就能明显看到 于林军已经被控制 然后霓皇郡主就第三个出场了 作为林叔的未婚妻 他的提情也是合情合理 而且身后还有云南木王府十万铁骑 底气十足 这时候梁帝就算想拒绝 也得掂量掂量 四 蔡全 如果说前面三位是出于私情 那从蔡全开始 就是前朝重臣的表态了 作为刑部尚书 蔡全一向是刚正不适 敢说敢做 而且发言也极具专业素养 长公主所言 令人惊骇 又有谢于手术为证 若不彻查 不足以安朝局民心 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 自己日起 众沈皇长子与林氏之案 以张陛下贤明胜等 寥寥几句 就严明了原告 被告 以及重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五 六成 蔡全的直性子和脊脾气 是朝野皆知的 或许还有人对此事存疑 但是中书令柳成的分量 又足了一些 这位老大人一贯是个霍西尼的 每每遇到梁帝发问 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可是这一次 他在菜拳之后 立马站出来 且语气坚定 说出 臣服役 剩下的朝臣 其实已经在心里做出了选择 六 审追 作为靖王最器重的朝臣之一 护部侍郎审追的品性 绝对是过关的 但是他为人圆滑 刑事周全妥贴 也是个不轻易表态和冒奸的主 在柳成大任之后 他也站出来说出 臣服役 至此 朝中的中书力量几乎都已表态 刚说完 众臣就纷纷起身 表示 复役 群臣鼎沸之事已然形成 七 继王 作为梁帝的亲兄弟 继王一直是寄情玩乐 大之若愚的 看到他晃晃悠悠站起来 梁帝第一反应是先瞪了他一眼 以为能阵涉住继王 谁知他也说出 臣帝以为 众臣所请 慎何情礼 往陛下恩准 梁帝曾说过 继王在宗室之中 很有威望 他这一战 极代表了宗室的意见 到这里 席上还坐着的 已经没几人了 八 穆青 此时穆青站出来说 既然案子审错了 那就应该重审 虽然刚刚席绝 但穆青到底也是一方诸侯了 身后同样是云南十万铁骑 军方势力一致请旨 两帝已经骑虎南下 无力反抗 九 阎侯 穆青之后 阎侯也站出来 语气铿锵有力 常公主所言 脉络明确 事实清楚 案法案例 都应该立案重审 可臣就是不明白 陛下为何就是犹豫不决 作为曾经辅佐梁帝登基的重臣 何况还有当年节 三月弯刀 困局的丰功伟绩 哪怕几十年不问政事 他的影响力仍是无人能敌的 由他压轴 就是要直击要害 逼迫梁帝认清现状 重审赤燕案 他已别无选择 十 太子景眼 景眼在众人的牧师下 缓缓走到堂前 扶起了首告的丽阳长公主 其实态度已然明了 在梁帝期盼的目光中 景眼用 而臣负义 击碎了他最后的坚守 走到这里 梁帝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 十一 其实不难看出来 出场次序都是经过了精细的谋划 从确保首告 到引领朝臣 宗亲 以及最后阎侯和景眼的朱新 层层抵近 直逼得梁帝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梁帝最后的威胁 景眼说 儿臣一直以皇掌兄为楷模 但儿臣不会是第二个皇掌子 作为监国太子 整个朝堂早已尽在他的掌握 说境王残忍 因为九安山一战之后 他早有实力直接逼迫 偏偏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把所有环节打通 让梁帝毫无选择连骂他 乱臣贼子都明不正言不顺 他确实是在 情旨而非逼宫 说境王仁慈 是因为从长公主首告开始 梁帝一直都有机会 正是这件事 早一步认清现实 坦诚相待 同意重审 他原本不用面对群臣的敌对 可他偏偏固执己见 哪怕梅长苏把事情挑得那么明 他也不肯低头 最后的难看 不全是境王给他的 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就像境飞最后和他说的那句话 哪怕身为帝王 也总有做不到的事情 可悲又可叹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